既多不压身 多一样本事也兴许会派上大用场 这不英雄初少年 江苏五名少年就上演了一波教科书式的救火操作 咱们来说一说 今日扬州一小区正在进行电梯的加装工程 这工人进行电焊施工的时候 不慎引发明火 欣赏那就一个浓烟滚滚火光冲天 危急时刻正在附近打篮球的五名初一学生 放下篮球立马跑了过来 商量了一下救火对策 起火点距离居民楼很近 情况很紧急 物业人员应该很快就会赶到 到时候肯定会大量的用到灭火器 小区里有个消防站 我们去拿灭火器 少年们飞奔过去 发现了V型消防站上的所 情况紧急 一个同学是用脚踹破玻璃 大家火速取出灭火器 跑着返回来着火现场 由于火势较大 几名少年没有贸然行事 他们将灭火器交给赶来救援的物业人员 同时还提醒围观的群众赶快拨打119 几名少年继续分头取来更多的灭火器 真的是很棒 小小灭火器大显身手 大家齐心协力 在消防员到来之前 这个大火器已经是灭的差不多了 几位少年可谓是见义至尾 该出手时就出手避免了大损失 小区居民安然无恙 五名救火少年也得到了公安部门的表彰 回忆起当天的情形 少年们表示 这次成功帮助灭火得益于 学校多次开展的消防安全讲座 我们力气还不够大 所以只能配合物业叔叔一起救火 五名初中生遇到火灾时沉着冷静 既没有视而不见 也没有轻率鲁莽 而且还在确保自身安全的情况下 对他人提供了有效的帮助 这种教科舒适的救火难能可贵 鞭子啊 我们在遇到危险出手相救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保护好自己 遇事不慌挺身而出 有勇有谋 这样的孩子呀可以干大事 为这群少年继续点个赞 各位老师家长 咱们呢就照这样的一个模式来培养孩子啊 嗯